全油管最快新闻 平向市禁止中心城区居民熏腊肉的举措引发讨论 环保部门表示 该举措出于对大气污染和火灾的考虑 但主要针对中心城区居民 市场监管局表示 并非反对所有熏制腊肉行为 但反对存在火灾风险的熏制方式 部分居民认为 禁止熏制腊肉不尊重当地的传统习俗 此前 平向市多次因熏制腊肉导致火灾 其他地区如四川八州市通江县和南江县 也相继发布了禁止私自熏制腊肉的通道 此举在一定程度上 是出于对环境和火灾安全的考虑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